女按摩師站在櫃台和其他員工聊天 只見她突然眼色一變 掉頭逃進休息室 隨後一名穿著深色外套的男子走進店裡 一開口就說要找女按摩師 當場被員工攔下 女按摩師語帶驚恐 控訴來找她的張心男子只是店裡的熟客 今年8月卻突然買禮物和送早餐給她 狂信殷勤告白 結果被女按摩師拒絕 沒想到張心男子後來竟對她露出自殘傷口 還天天到按摩店門口站崗堵人 甚至用力氣在女按摩師的轎車上 乱刮乱化 讓她飽受驚嚇 已經兩個月不敢上班 在公司旁邊 然後故意就是自殘 然後先給我看這樣 可能是因為她跟她女朋友分手 然後就要追你 而且她 我跟她什麼都不是 她只是因為上班找不到我 然後就自殘 該名破壞車輛的男子 之前也有分中跟騷擾 以毀損 妨礙自由 強制等判件受禮 女按摩師張著大眼 獨嘴自拍 外姓相當亮麗 但她遇到恐怖客人騷擾 擔心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已經向警方報案 希望制止男子的恐怖追求 也別再有下一個人受害 記者來關張 陳招呼 台南報導 展示時期的確認